6月20日 拜登在加州参加一场筹款活动时 提及2月份美国战机在美国领空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仪式 拜登说 当气球被击落时 习近平非常尴尬 他甚至否认气球在那里 对于独裁者来说 当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 是非常尴尬的 拜登的说法触动中共敏感神经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日声称 美方的这一言论极其荒谬 是公开的政治挑衅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访华之行 重启两国高层交流 拜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说出这番话呢 政论家陈破空认为 另一层含义是 拜登政府很清楚中共领导人知情 只是故意撒谎说不知情 想蒙混过关 拜登作为总统也是非常清楚的 他在这种场合去说出来 一种就是说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 另一种可能就是有意地在媒体面前 或者在公众场合去回应中共 通过美国总统的嘴去讲出来 也是让中共独裁者知道世界是怎么看待他的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 在西方政治家的眼里 中共高层就是独裁者 刘青说 今年以来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军机军舰调性美军事件等 也加强了西方的这种看法 尤其是